哈喽,大家好 现在是 4.47分 我们来看看这个DNEX So,DNEX之前呢 就有分享过 就说 呃 不要去追高 我那时候是讲说不要去追高 呃,过后 我就没有去再去分析了 我们现在看肥之前呢 它有这个 这一种这样的这种长 上影线呢 这种长的 这种有长上影线的 K線呢,加上 这一个这样的成交量呢 这样如果你有注意我视频的话呢 你都知道我这个是 见顶的讯号 是要逃命的 讯号 呃,如果你有跟踪我视频的话呢 这样这个你看到这种形态呢 你应该那时候就满出去了 现在呢 它已经是连跌两天了 ok 连跌两天不用紧 它的量啊 是上去的,就是说 价钱跌 成交量就越高 这个当然就是一个 空头的一种 呃,一种象征 呃,一种新增之一 空头的啊 就说,下跌量升 呀,而且是连去上去的 这个就 有点难搞了 虽然 虽然它今天在这个 MA24位 弹回去啦 但是我觉得现在市场上的 情绪是比较差 呀,它可能会继续的往下掉 而它的这个支撑呢 肯定就是这个咯 0.99 这一个支撑,这边一个小巧的投马峰 不,那时候我就讲说,回调的时候 看它也没有均匀 啊,买上涨 也就是说,它跌的时候 弹回去 这种形态 然后这个呢,对应一个 有一个成交量弹上去 现在是还没有发生的啊 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有鲜色蜡烛 你可以 我们也是可以讲说,这一个 有这个长下影线的 在这个MA24那边 呃 也算是一个 signal吧,但是我觉得呢 如果在这边呢,是没有什么 筹码的 最好呢,还是看回这边有个小小的筹码 大概是一块钱 看一下它一块钱 会不会锁得住 现在去借的话呢,才不算是signal 才不是 回调买上涨的signal 也就是我一直讲的 回调它要买上涨 ok ok so,这个T-NEX呢 如果你 有去关盘 有看到这种signal 这个这样的k线 那时候你就应该去 卖出去了 这样的你就不会 这两天呢,你就不会损失很大 呀 呃,如果你想揭露的话呢 现在也不是时候 因为它才没有这个 买 买上涨的signal 什么这样的signal就是这个 你看到吗,这边 青色蜡烛 弹上去 看到吗 弹上去 弹上去 啊,要等这样的signal之后呢 就是这样子啊 上去,回来,上去,回来 上去,回来 它现在才回来啊 还没有上去啊 会不会上去也不知道 所以要注意这个东西 ok 呃,我觉得呢 它可能会在这个 0.99这边呢 我应该是会有一个小支撑 呀,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